番外,无人生还 一大早,道协的高层就被叫去开会了 平日里开会,都有专门的会议室 可今天,听说会长要在三清殿开会 三清殿对于道士来说,是十分庄严且神圣的地方 大家都不理解,会长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开会 人员到齐后,李牧站在最前面,一言不发,面无表情 下面的人,自然不敢乱发言,也不敢多问 徐胜也在里面,见其他人不说话,他也不说 大概等了十几分钟,陆子秋和苏梅也匆匆赶来 看到这两个人,在场的高层纷纷站到两边,给他们让出位置 虽然在场的这些人,各个职位都比陆子秋和苏梅高 但也比不上这两个人,是赵会长的心腹 怎么样?李牧望着赶来的两个人,等着回复 陆子秋有些心虚,忙说 昨晚有人看到,宋飞出现在兰江市的北山青云关 但是老黄和刘主任带队赶去之后,没有搜捕到人 只能带着人撤走,只留了一些人在山下布控 李牧听完,仍旧面无表情 喃喃自语道 一个星期前,就提前在兰江市做了布控 推测他一定会冒险回兰江市,给他父亲过生日 布下天罗地网,派出去那么多人,结果明知道他去了呢 还是抓不到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一声怒吼,李牧双目圆瞪,抬手就给了陆子秋一个耳光 突如其来的一巴掌,不仅吓了一旁的苏眉一跳 更是吓得在场所有人浑身一抖 他们知道,李牧喜欢动手打人 但没想到,李牧竟然敢在三清殿打人,还大声咆哮 这是对三清祖师爷的不敬啊 这是大不敬,是道士的计划 可此时谁又敢说什么 对不起,会长 是我们没用 陆子秋头都不敢抬,脸上震青震白 但宋飞的厉害,是有目共睹的 您跟我以前都和他打过交道 他当过兵,有极强的反侦察能力 武力更是无人能及 他那根棍子,又是专门克制道士的东西 老黄说他把整个清云关都找遍了 连宋飞父亲的房间都找了一遍 但确实没找到宋飞的踪迷 听完陆子秋的解释,李牧又怒道 我要听的是借口吗? 距离徐家前辈被害过去了一个多月 我还是没抓到宋飞 你是想要我去徐家以死谢罪吗? 你说 这话一出,众人几乎下意识 看向人群里的徐胜 徐胜原本不想多嘴 此时却不得不发言 忙对李牧道 会长,害我二叔他们的人又不是您 何来以死谢罪之说 我们的敌人是宋飞才对 李牧抬手打断 直接看着陆子秋 给我一个期限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宋飞正法 你们要是没那个本事 就想办法给我困住他 我亲自去宰了这个人 陆子秋忙说 要困住宋飞 除非我们派出更多的人 但这样一来 道邪清朝出洞 就为了抓一个人 我们恐将成为笑话 我建议 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我们把这件事上报上去 请求让宋飞的援部队去抓他 毕竟宋飞不可能对自己曾经的战友出手 而他的战友 必须要完成任务 就必须抓住他 或者击毙他 如此一来 无论是在战术上 还是在精神上 都能重创到宋飞 到时候 我们再从旁协助 要除掉 他就很容易 不得不说 陆子秋的建议 不无道理 而且算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李牧尘思了起来 似乎也赞同陆子秋的说法 可徐胜却是不同意 当即反驳 不可以这么做 宋飞一事 不光是我们道协的事 也是整个圈子的事 圈子里发生的事 就应该由我们圈子里的人来处理 一旦我们把这件事上报上去 后果很严重 会给道协带来未知的麻烦 这话已经说得很含蓄了 在现代的法治体系下 哪怕是一条人命案 都可能引发舆论 而宋飞杀的可不止一个人 一旦事情被曝光 导致圈子里发生的这些事被曝光 被深挖的话 引发的就是更大的舆论 到时候更会影响社会安定 上头是不会轻饶道协的 别看道协有多大权力 但也仅仅只是上头的一句话 在舆论的左右下 道协被取缔 可能都是一句话的事 没错 这是不能汇报上去 请会长三思 我们自家的事 就让我们自家人来处理 此时其他人也都纷纷附和徐胜的话 不管出再大的事 一旦影响到整体的利益 大家还是要团结统一 李牧点点头 徐兄弟说的很有道理 自家事 由自家人处理 交给其他人 我们同样会成为笑话 我就不信 一个不会倒数的宋飞 还能无法无天了不成 说完 他转身面向三亲祖师爷的塑像 一字一句道 我赵牧今天当着三亲祖师爷的面启示 一个月之内 我要是抓不到宋飞 或者杀不了他 赵牧就五雷轰顶 不得好死 这话一出 在场李牧的追随者 顿时就变了脸色 会长 不能随便发誓啊 您是道协的会长 是大家的主心股 您怎么能随便发誓呢 倒是启示 要是真的做不到 即便不会被雷劈 也会遭报应的 别说了 李牧抬手道 我有信心 一个月之内 我一定会完成我的誓言 散会吧 他倒是不想发这个誓 但道协内部 已经有很多人对他不满了 他只能先发个誓来平息一下 再说 赵牧被五雷轰顶 跟他李牧有什么关系 番外 无人生还二 夜晚 会长釜底 李牧突然从床上惊醒 每当噩梦来袭 他总是会如同惊弓之鸟 梦里面 那些他害死过的人 总是不断地纠缠他 他随手 抓向床边的安眠药 准备再吃两颗 可就在此时 昏暗的房间里 忽然多出了一个背影 余光瞥见之后 只见这个背影就站在门口 一动不动 李牧顿时将在床上 望着那个背对着自己的人 缓缓从枕头下面抽出刀子 不动声色递下了床 但就在他下床的一瞬间 那个背影转过了身来 看清背影的面孔后 李牧又是一将 眼睛瞪得浑圆 那张七孔流血的脸 赫然是已经死去的徐大山 怎么会 李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眨了眨眼 再往门口看去时 徐大山已经不见了 他微微松了口气 心知是幻觉 便没再当回事 可正当他一屁股坐回去时 徐大山又出现了 而此刻 徐大山就坐在他旁边 正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啊 李牧下的怪喊一声 屁股瞬间就从床上弹了起来 此刻他又看见 他床边不止坐着徐大山 还有那几个跟徐大山 一起被他杀死的几个人 你们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来找我干什么 想再死一次吗 李牧死死盯着他们 凶狠地喊道 但身体却是不住地发抖 徐大山几人 却是一言不发 始终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忽然 一只大手伸了过来 毫无争照地搭在了肩膀上 冰凉的触感 穿过睡衣 再次让李牧一将 他回头一看 直接吓得瘫坐在地上 那些被他害死的人 一个接一个出现 出现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 就连地板上 也躺着十几具尸体 整个房间遍布着冤魂 多达几十上百 你们不能怪我 要怪就怪老天爷 跟我没关系 恐惧正一点一点 占据全身 李牧直接狂吼了出来 下一秒 房间的窗户玻璃硬生而碎 一个人影冲了进来 双手都持着锋利的短刀 大哥 谁敢动我大哥 找死 方天爵立刻射出一把刀 打开房间里的灯 而后迅速扫射整个房间 想找出行刺的人 可开灯之后 整个房间除了跌倒在地的李牧以外 哪还有第二个人 他赶紧将李牧扶了起来 紧张道 大哥 人呢 行刺你的人呢 李牧平静下来 一脸疲惫 没有刺客 刚刚不小心滑倒了 啥 方天爵鱼精未消 却也松了口气 你开灯啊 你起床你怎么不开灯呢 李牧坐回床上 摆摆手道 回去睡吧 不用在外面守 这里是盗鞋 没人敢进到鞋形自我 再说 你又不是机器 能守多少个晚上 方天爵有些为难 可是 回去吧 李牧不想再多说 你老手在外面 我怎么睡得着 见李牧这么坚持 方天爵自然不再留了 一来他很听李牧的话 二来天天这么守 他也确实熬不住 带方天爵走后 李牧拉开抽屉 抓出来各种各样的药 手忙脚乱地倒出来 全塞进了嘴里 他现在才反应过来 刚才看到的一切 全都是幻觉 这是你们的命 跟我没关系 李牧难难自语着 准备换一套睡衣 接着睡 刚刚的惊吓 吓出他一身冷汗 可刚换好睡衣 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他看了看来 电显示 没有备注 但知道号码的主人是谁 喂 听你的声音 好像不太对劲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怎么 杀人杀多了 开始做噩梦了 李牧闭着眼睛 疲惫得连眼皮 都懒得他一下 有事说是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电话那头也不再调侃 直接询问 我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杀徐大山他们 李牧平静道 所有妨碍我的人 都得死 哪有什么为什么 对于我而言 整个徐家都是障碍 你还真是变了不少啊 电话那头的人 有些感慨 真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李牧 李牧 说完了吗 说完我挂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又说道 徐家已经在派人追踪董梁那伙人了 要是让他们找到 徐大山是怎么死的 就得真相大白了 你不怕 李牧还是没有睁眼 直接躺了下去 徐胜那个蠢货 一定会想尽办法 阻止徐家找到那伙人 否则他也完了 我相信 徐胜这点本事还是有的 你还是替他担心一下吧 说完 李牧直接挂了电话 四日一早 方天爵和方天命起床洗漱 看到方天命搭拉着脸 一言不发的样子 方天爵有些好奇 老弟 这几天你一直心事重重 心不在焉的 咋的了 方天命看着方天爵 犹豫许久 陈生说道 这话我只跟你说 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见方天命语气严肃 方天爵随手擦了下脸 到底怎么了 方天命压低声音道 你不觉得大哥 做事太没底线了吗 他真的像那疯子一样 比我们两个还疯 不等方天命说完 方天爵的表情也变了 变得冰冷 你什么时候 管这么宽了 连大哥也敢管 方天命语气急促道 我不是想管他 我是想为我们两个考虑 他为了跟徐胜争夺会长之位 毫不犹豫 就杀了徐家这么多人 他杀的人 还不够多吗 方天爵抬手 就揪住了方天命的衣领 怒道 所以呢 别忘了 你我的命都是大哥救的 别说大哥杀了人 他就算把徐家灭门 我们也要义不容辞地支持他 你糊涂 方天命甩开方天爵 迪鹤道 上天欲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他得罪这么多人 做事这么没底线 早晚要完的 到时候你跟我 一定会死在他前面 你懂吗 番外 无人生还三 方氏兄弟 一个善武 一个善智 是李牧的左膀右臂 善武的自然是方天爵 他精通格斗和暗杀 但却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而方天命 是军师之才 谋略之人 考虑的东西 自然要比方天爵多 而且他考虑得很透彻 知道做什么事 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早在李牧的野心暴露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谋划他和方天爵的退路了 哥 我不想惨死街头 也不想你惨死街头 方天命语重心长地劝道 我们挣的钱 已经够我们 花一辈子了 而现在 我们得留着这条命 去花那些钱 你懂吗 啪 方天爵气的双目发红 抬手就给了方天命一个耳光 要不是因为这是他弟弟 就凭方天命刚才说的话 他一定砍死方天命 我们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也不是畜生 答案你不懂吗 方天爵又是一脚踹过去 将方天命踹翻在地上 没有大哥 就没有我们 他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他给了我们命 又给了我们金钱和地位 现在你赚到钱了 就想背叛他 要不是你是我弟弟 我一定亲手宰了你 看到方天爵的忠心 方天命傻眼了 他以为再怎么样 当哥的始终都会跟他这个弟弟站到一起 可没想到 在方天爵心里 也许李牧比他这个亲弟弟更为重要 他缓缓从地上爬起来 擦干嘴角的鲜血 咬牙切齿道 秦始皇够厉害吧 他建立了秦朝 统一六国 是史上第一个皇帝 可即便他这么厉害 秦朝也这么厉害 不还是亡于二世 李牧就是秦二世 他和秦二世一样残暴 他早晚 方天命正说着 话还没说完 顿时就将在原地 直接把后面的话给咽了回去 因为他看见 他亲哥正握着刀 一脸杀气地瞪着他 这种话 我以后不想再听到 方天爵冷漠地说道 再有下一次 我就没你这个地点 说完 他穿好衣服便离开了家里 会长办公室 李牧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两只耳朵都戴着监听耳机 耳机里 不断传来方天命的咆哮和咒骂 方氏兄弟的对话 他全都听到了 真聪明 但聪明过头了 李牧一边喝着茶 一边喃喃自语着 双眸之中 不禁闪过一丝杀意 整个上午 处理完公务 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 李牧正起身要去食堂 却忽然有人敲响门走了进来 赫然是陆子秋 宋飞还在蓝江市 如果要将他围困在蓝江市里面 还需要一个担当大任的人 前去指挥 陆子秋走进来 便对李牧说道 派谁去 还是你来指派吧 李牧想也没想 便说 让方天命去 方天命 陆子秋疑惑道 可他不是你的左膀右臂 兼贴身保镖吗 李牧笑了笑 我自有安排 照做就是了 陆子秋点点头 也不再多问 他正欲转身离去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说 对了 那个叫柳翼的倒霉蛋 今天又被方天爵打了 好像打得还挺狠 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李牧闻言 一脸费解 这个方天爵 为什么老喜欢去打他 陆子秋干咳了两声 说 好像是方天爵心情不好 就去找柳翼出气了 而且他欺负的人 也不止柳翼一个 只是碍于方天爵的地位 很多人不敢告状 李牧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你的吧 带陆子秋走后 李牧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 从里面取出来一张银行卡 离开办公楼 他并未去食堂 而是直接离开倒邪 前往医院 到了医院 他静止走向一间病房 病房里面 只有一个年轻人 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躺在病床上 眼睛微微有些发红 看到李牧进来之后 他一脸不可置信 甚至有些惶恐 连忙要起身 会长 躺着 李牧摆摆手 年轻人很听话地 又躺了回去 但他身体却是僵硬 连表情都僵在了脸上 他不明白 高高在上的道协会长 怎么会亲自来探望他这个小人物 他怀疑 李牧是来帮方天爵出头的 可被打进医院的 又不是方天爵 而是他呀 怎么又被人打了 李牧坐在另一张床上 调侃道 你长得也不欠揍啊 怎么隔三差五就被人打 听到这话 刘依一脸憋屈 我是个小人物 活该被人欺负 我没话说 李牧双手抱在胸前 笑道 可你至少是个男人吧 被人打 不还手 说起来 我对你还有点印象 你是毛山正统道士 而且还是八级拳高手 真打起来 方天爵未必是你的对手 听到这话 刘依好像被埋葬许久的金子 突然被人挖了出来 他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语气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会长 这些您都知道 我今天敢跟方天爵动手 明天我就得完蛋 我是个没背景的人 我来道协 就是想出人头地 我父母都是农民 妹妹还在上学 我只想混出个名堂 然后照顾家里 可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没人知道我柳翼的本事 我就像垃圾 没人愿意搭理我 他们甚至都想来踩我一脚 来显示他们的威风 会长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李牧的脸上 为启波澜 只是抬手示意 尽管说 柳翼犹豫很久 鼓起勇气说道 道协里面 很多人都对您颇有微词 而这些微词的来源 全都跟方天爵脱不了关系 我知道上一个跟您说这些的 已经被您教训过了 但我还是想说 因为我不想 不想看到您被方天爵 他们拖累 我不想看到一年之后的会长 不是您 我知道我说这话 有恭维的嫌疑 但我摸着自己的良心发誓 我柳翼 一直把您当成我的偶像 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番外 无人生还伺 李牧倒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能成为别人的信仰 这个柳翼 还拿他当偶像了 我不理解 你到底崇拜我什么 李牧有些好奇 柳翼又鼓起勇气说道 您的过去 我多少听到过一些 在我心里 能从一个小人物 走到今天 这世上只能有一个人 那这个人一定就是您 他们只看到您不好的一面 但根本没想过 不管是现在的您 还是曾经的您 都不是他们能比的 他们要真比您厉害 您根本 走不到今天 听到这番话的李牧 死死盯着柳翼 冷笑起来 你知道 就凭刚才你说的这些话 要是被方天爵听到 你还得挨几顿打吗 柳翼一脸惶恐 忙爬起来跪在床上 我没有半点 冒犯您的意思 我发誓 我这辈子谁都没佩服过 除了会长您 李牧没再说话 柳翼更是惶恐到极点 要是刚才的话 让李牧觉得冒犯 他以后恐怕就真得转行了 学了十几年的道 算是白学 他只能靠着这一身功夫 去打家劫舍 做些见不得光的事 兴许才能实现他的出人头地梦 半上 李牧起身扔给他一张银行卡 说道 里面有五十万 拿着吧 柳翼接住这张五十万的卡 眼睛都发亮了 可很快 他又把这张卡放下 认真道 会长 我不是为了钱 不 我是为了钱 但我想跟您混 我可以证明我自己 我绝对不比方式兄弟差 我一定能证明我的价值 郑玉离开的李牧 转过身来 笑道 我看到你 就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但跟着我混 总要养家糊口吧 你在道协这两年 该拿的钱 全被别人拿走了 就当我这个大哥 对你的补偿吧 以后挺着腰杆做人 谁踩你 不要踩回去 说着 李牧摸着柳翼的头 凑到他耳边 一字一句道 要让他怕你 柳翼浑身一颤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是激动的眼泪 他终于看到人生的曙光了 是 我以后 绝对不给大哥丢人 我柳翼这条命 以后就是大哥的 李牧哈哈一笑 拍了拍柳翼的头 转身离去 回到道协 方天爵已经知道 方天命被派去了蓝江市 他很担心方天命的安危 那毕竟是他的弟弟 跟着李牧这两年 他也对那个宋飞 颇有一些了解 虽然宋飞是李牧的敌人 他曾经也与其交过手 甚至差点 死在那个宋飞手上 但他不得不承认 宋飞是他见过的人里面 厉害到让他恐惧的人 这两年派去抓宋飞的人 不是死了 就是残了 他怕方天命也会遭遇不测 所以 李牧一回来 他就找到了李牧 但他再傻 也不会直接 让李牧把方天命叫回来 大哥 我知道宋飞是你的死敌 你必须要除掉他 我也不是不想 让我弟弟去拼命 您能不能派我也去 我很担心他 听到方天爵的话 李牧熄灭烟头 严肃道 天爵 你知道我 为什么要派阿命去蓝江市吗 方天爵愣了几秒 摇摇头 李牧叹气道 我走到今天 众叛清离 只有你们两兄弟 一直陪在我左右 跟我一条心 对于我而言 你们两个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把你们当成弟弟 我不想我的弟弟们 一直名不正言不顺地给我卖命 我希望你们 能在道协站稳跟脚 听到李牧的话 方天爵内心一颤 莫名升起一股强烈的愧疚 其实来之前 他还有些埋怨 为什么李牧要派方天命 去做这么危险的事 但现在 他真想删自己一巴掌 可是 你们不是圈子里的人 你们没办法在道协 真正站稳跟脚 李牧严肃道 你们只能做出一些成绩来 这样以后 我即便不是道协的会长 仍然能让你们在道协 继续混下去 听到这里 方天爵的眼眶 已经有些泛红了 李牧淡淡一笑 放心吧 蓝江市那边 我安排了很多人 只是围困宋飞 还不到出手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看着我自己的弟弟 去给宋飞送命 方天爵正要开口 却是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他从小就和方天命相依为命 从来没体会过 被人关爱和照顾 可在李牧这里 他享受到了这辈子 都没享受到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关怀 这么大个人 怎么说两句 还哭上了 李牧有些好笑 大哥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方天爵内心纠结不安起来 他不敢把方天命说的那些话 告诉给李牧 但他觉得 如果不说出来 就太对不起李牧 对他和方天命的关怀了 而且 他怕方天命一门心思 要背叛李牧 如果是这样 他们三兄弟 岂不是要决裂了 你说吧 李牧望着他 我们兄弟之间 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 方天爵声音颤抖道 我觉得 阿命他最近 有些三心二意 大哥你也知道他比我聪明 心思又多 但有时候真的聪明过头了 我怕他会做出什么 不能原谅的措施 尽管没打算隐瞒 但方天爵 还是不敢把话说的太明白 他怕伤了李牧的心 李牧沉默了将近半分钟 呼得一笑 谁在年轻的时候 不犯点错 别人犯错不能原谅 但自己的弟弟 犯错还不能原谅吗 你这个当哥哥的 要好好引导他 要让他及时回头 看来我安排他去蓝江市 这个决定是没错的 等他做出点成绩 前途走向正轨 他会知道回头的 方天爵起身 眼泪已经顺着脸颊滑了下来 大哥 我 哎 不要跟我矫情 李牧摆摆手 去忙你的吧 我最近也给你安排了很多事情做 你要好好做 别让我失望 是 方天爵重重点头 擦干眼泪 笑着离开 望着他的背影走出去 一直到办公室的门关上 李牧脸上的笑容 很快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脸阴蒙 翻外 无人声还舞 晚上 李牧又接到那个号码的来电 看到这个号码 李牧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耐烦 我是你爹啊 每天问候我一遍 嗨嗨 电话那头的男人 被呛得有些尴尬 好歹是合作关系 能不能对你的合作伙伴友善一点 李牧嘲讽道 说好听点是合作伙伴 说更好听点 我就是你爹 你得靠老子庇佑 懂吗 男人沉默了几秒 深呼吸了起来 行吧 所以你怎么说 我只是好奇 才给你打电话 好奇 哪这么多好奇 李牧冷淡道 我让你去徐家做内影 你成天打电话来问我 我是内影 你是内影 男人仿佛没听见 自顾自地说道 你派方天命去蓝江市围困宋飞 不是让他去送命吗 在这个时候 你又派方天爵出差去别的地方 就是让他来不及去救方天命 说起来 这两兄弟对你忠肝义胆 你让他们往东 他们绝不往西 你现在连他们也不放过吗 我感觉跟你合作好危险 你不会哪天 保卫整死吧 他觉得现在的李牧 实在太恐怖了 用不择手段这个词 用来形容李牧 都显得苍白了一些 简直是毫无底线 神经病 李牧骂了一句 直接挂了电话 四日一早 正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的李牧 手机里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发短信的人 正是昨晚给他打电话的人 李牧点开看了一眼 是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已经上热搜了 甚至上了头版头条 新闻的内容 大致就是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女生 遭到了几个校内同学的侵犯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 由于精神恍惚 被路过的车辆撞飞出去 等120赶来的时候 人已经不至身亡了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 这种事情自然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谩骂 但李牧不关心网友们的讨论 而是发短信的人在后面又补了两条 其中一条就是受害者的身份 叫石小轩 这个石小轩是谁 他父亲叫石大魁 石大魁又是宋飞的战友 还是以前的老班长 而第二条的关键信息 就是那几个男的当中的其中一人 叫黄俊杰 这个黄俊杰是谁 李牧也认识 他是黄道安的儿子 黄主任的家教 不是一般的好啊 李牧若有所思起来 他知道黄道安今天一定会来找他 果不其然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 黄道安来了 李牧吸掉手机屏幕 平静地望着一脸慌乱的黄道安 黄主任 什么是这么慌张 会长 刚进办公室的黄道安 竟直接就给李牧跪了下来 双眼通红 会长 帮帮我 我儿子出事了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培养这么多年不容易 请你救救他 李牧一脸疑惑 连忙把黄道安叫起来 有话起来说 跪着像什么话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都是自家人 不要跟我客气 黄道安扶着沙发站了起来 又坐下 哽咽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其实是那个贱女人 她勾引我儿子 后来又想敲诈 我儿子气不过 就把她打了一顿 结果这贱女人回家的时候 不小心被车撞了 现在人死了 警察要抓我儿子 告我儿子强奸 会长 我巴尔滋养 这么大不容易 她马上要出国深造了 不能就这么毁了呀 我咨询过律师 律师说她这种情况 至少要判十年 甚至更重 听完黄道安的讲述 李牧沉默了将近半分钟 老黄 你想要我怎么帮你 会长 我知道您的人脉很广 黄道安哀求道 您能不能去跟那些大人物说说 帮忙摆平 一下我儿子的事 我知道 只要他们一句话 我儿子就是无罪的 现在的舆论太大了 我那点人脉 根本摆平不了 我只能 花钱雇了一批水军 在网上说是那个女的 勾引我儿子 但还是有人不信啊 非要让我儿子偿命 还有您不知道 那个女人的父亲 背景不简单 他现在也在找我儿子 扬言要让我儿子不得好死 李牧听完 啪了口气 老黄 不是我不帮你 你也知道 现在这舆论的影响有多大 如果这件事 已经闹得全国皆知了 谁敢帮你摆平这种事啊 黄道安眼泪都快出来了 继续哀求道 可以的 那些大人物肯定可以 麻烦您帮帮忙 我知道 之前抓捕宋飞失利 是我没用 但我会尽力的 我就是死 也会抓住宋飞那狗东西 李牧抬手打断 快别这么说 我听说之前 你们去青云关搜捕宋飞 是你坚持要去搜查 宋飞父亲的房间 虽然最后没找到人 但这种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 一直都是我欣赏的 这样吧 我帮你联络一下那些大人物 但人家会不会帮这个忙 我不敢跟你打包票 黄道安激动地连连感谢 他们一定会帮忙的 只要是会长您开的金口 谁敢拒绝 会长 您真是我黄家的大恩人 此刻的黄道安 不禁想起 好多年前在道宗的时候 那是他第一次见李牧 当时的李牧 可谓是落魄不堪 连自己的女人都留不住 可谁能想到今时今日 李牧竟已是高高在上的道协会长 只有李牧 才能跟那些大人物说得上话 黄道安在心里发誓 以后他一定会对李牧忠心耿耿 只要李牧能救他儿子 李牧也没再多说 当着黄道安的面打了个电话 把柳翼叫了进来 柳翼 准备好两箱东西 给那位刘先生送去 让他帮帮忙 救救黄主任的儿子 年纪轻轻地去坐牢 这辈子不是毁了 刚被喊进来的柳翼 听到李牧这话 顿时有些不可思议 这还是他崇拜的那个偶像吗 妈的 这种事都要帮 黄道安的事 已经在道协里面传开了 很多人都在暗地里 骂黄道安 不会教育儿子 竟然这么祸害人家姑娘 这种事 也要帮 藩外 无人生还六 城中村 小木屋 昏暗的灯光下 一名胡子拉叉 头发半白的中年男人 正独自喝着烈酒 可烈酒入喉 也没法抚平他心中的疼痛 他望着手机里面 网络上对石小薰的抹黑和恶评 心中更是痛苦不堪 为什么要这么说他 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男人红了眼睛 手中的酒杯 竟瞬间被捏爆 可即便玻璃扎进手里 鲜血直流 也不及他内心的一半疼痛 这时 手机响了起来 男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通了电话 但很快就哽咽了起来 宋飞 班长 电话里 传来宋飞焦急的声音 你在哪 快告诉我 男人吸了口气 努力平复着情绪 不用来找我 以后都不用找我了 班长 宋飞嘶喊道 别干傻事 让我来做 我手上已经有不少人命了 你别陷进去 男人还是没忍住情绪的波动 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 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有多么不守规矩吗 那时候 是我一点一点的调教你 才让你学会了守规矩 但是现在 班长自己却要违背教你的那些 所以 你也不必再叫我班长了 可我真的想不通 我们日复一日的训练 流血牺牲 难道要保护的就是这些人渣 他们害死小轩 还要抹黑他 说他是婊子 他是不要脸的女人 男人有些说不下去 深吸了一口气 这世上还有天理和公道吗 如果没有 我就要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 我要亲手替我女儿讨一个公道 宋飞 你能理解我吗 宋飞沉默许久 声音也哽咽起来 我理解 我都能理解 哥 你听我跟你说 不等宋飞把话说完 男人笑了笑 打断道 我听说 你终于找到一个 跟你志同道合的媳妇了 恭喜你 但做哥哥的 怕是不能来给你贺喜了 以后有事需要我帮忙 我恐怕也没那个机会再来帮你 兄弟 好好保护自己 就这样吧 说完 男人挂了电话 直接把手机都给关了 他望着插进桌上的刀子 眼神中迸发着强烈的杀气 只听屋外传来脚步声 不一会儿 一个贼美鼠像的刀疤脸 开门走了进来 又迅速把门关上 刀疤脸来到男人面前 将一把枪拿了出来 正当男人要伸手去取 刀疤脸却是死死按住了那把枪 神情复杂地望着男人 奎哥 你是干净人 这种事 还是让我们去做吧 你放心 那几个畜生 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摆平 让他们见阎王 史大奎望着刀疤脸 平静道 那几个小畜生我调查过 他们的背景不简单 你们一定会惹上麻烦的 我不是什么干净人 我只是一个父亲 希望你们 让我进到我做父亲的职责 刀疤脸文言 叹了口气 也不再劝阻 但说道 那几个畜生的背景 确实不简单 有一个姓黄的小子 他父亲是道协的人 派了很多人在橘子附近守着 你要是去了 史大奎冷漠道 我不会伤及无辜 但该死的人 一个都跑不了 说完 他推门走了出去 他知道他这一去 很可能不能将害死石小轩的人 全都杀完 如果要做到不伤及无辜 他很可能会死在中途 可他没办法 女儿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 既然唯一的牵挂都没了 他只能赌一把 至于自己的生死 早已置之都外 活着 只是痛苦的回忆 不如下去陪女儿 黑暗中 史大奎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他没想到最后一次杀人 竟然是为他女儿报仇 正当他回忆着和女儿的过往 那些美好的记忆 不知何时 耳边传来了一些细微的声音 他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丝细微 顿时停下脚步 瞬间拔枪对准自己的身后 你是谁 鸡米外 一个身穿斗篷的黑衣人站在那儿 仿佛鬼魅一般盯着自己 史大奎冷冷望着他 问道 谁派你来的 不说话 一枪打死你 黑衣人仿佛一针雕塑 一动不动 始终不开口说话 史大奎渐渐嗅到了一丝危机 杀心涌动 别逼我 见黑衣人还是不开口 他也不再犹豫 对准黑衣人的眉心 就开了一枪 碰 火蛇喷出 以他的枪法 还有子弹射出的轨迹 下一秒 黑衣人就会命丧当场 可诡异的是 轨迹明明是朝着眉心而去 而且 黑衣人明明没有动 但那颗子弹 却射在了黑衣人身后不远处的树上 史大奎看呆了 愣神之际 黑衣人仿佛鬼魅一般 瞬间来到他跟前 抬手就打飞了他的枪 史大奎心中一惊 抬手就要还击 却是眼前一花 脑袋直接挨了一掌 这一掌 打得十分巧妙 他身体一软 不甘心地倒在了黑衣人面前 番外 无人生还期 当史大奎醒来的时候 双手双脚竟被捆绑 根本动弹不得 他迅速扫射了一下周边环境 整个人瞬间呆滞 这里是一家秦行 也是他调查出来 史小轩被人侮辱的地方 而且这里不止他一个人 还有那个打晕他的黑衣人 更让他震惊的是 那几个害死他女儿的畜生 全都在这里 还包括那几个畜生的父亲 一时间 史大奎有些看不懂了 这几个畜生 其实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被抓了 这个黑衣人 到底是怎样 把他们弄出来的 史大奎望着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黑衣人 咆哮道 你想干什么 你说话 黑衣人此时终于开口 语气平静 不急 要等家长们都醒过来 好戏才能开场 秦行的正中央 就站着以黄俊杰为首的几个人 这几个人是醒着的 但满脸都是恐惧 怕得要死 怎么 担心你们亲爹平时休息不好 想让他们多睡会儿 黑衣人望着黄俊杰他们 刚开口说完 几个小年轻 立刻疯狂地 开始向他们父亲求救 爸 爸 快醒醒 救救我们 快救救我们啊 在一声声呼喊中 几个中年男子 被叫醒过来 但这几个人 也无一例外的 跟史大奎一样 双手双脚 都被捆绑了起来 黄俊杰的父亲黄道安 也在其中 几个中年人清醒过来后 茫然而又不解地望着眼前的环境 只有黄道安 很快明白了什么 双目圆瞪地瞪着那个黑衣人 你想干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敢绑我 黑衣人依旧站在那 嘿嘿一笑 今天我要看一出好戏 这出好戏的名字 叫父爱如山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听到黑衣人的话 黄道安几人顿时不安了起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不是想要钱 要钱你就直说 只要不伤害这几个孩子 你要多少钱都可以 我们几个能给你的钱 是你一辈子都挣不来的 听到几人的话 黑衣人又黑黑笑了起来 仿佛精神有问题一般 钱是好东西 但很可惜 钱对于我来说 现在好像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想要你们的孩子活下来 可以啊 说着 黑衣人指着黄俊杰他们 说道 我给你们美人配发了一把刀子 你们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实现是三分钟 三分钟过后 如果活下来的人超过了一个 那就都得死 我够仁慈了吧 听完黑衣人的规则 几个小年轻和几个中年人 全都要疯了 唯独史大奎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又好奇地审视着这个黑衣人 你这个疯子 你敢这么做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黄道安咆哮起来 眼睛都红了 黑衣人却是不管他 自顾自地走到一架钢琴面前坐下 说道 开始吧 我给你们配个乐 听 神话 不 说着 黑衣人哈哈大笑了起来 神话不太应景 还是给你们弹一首 父亲吧 今后还能不能跟你们父亲团聚 可就看着三分钟了 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 几个小年轻已经快尿了 他们哪敢捅人 欺负欺负女人还行 捅人怎么敢 黄俊杰两条腿直打摆子 他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知道 他们这几个人当中 只能活下来一个人 他不想杀人 但他更不想死 趁着其他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 他缓缓摸向口袋里的弹簧刀 迅速拔出 对着其中一个好友的脖子 就捅了上去 那人下意识抬手捂着刀口 浑身颤抖地望着黄俊杰 身体很快便倒在了地上 而他的父亲 则是撕心裂肺地嚎叫起来 很快 整个秦行变成了决斗场 只分生死 不分胜负 黄道安和其他几位父亲 撕心裂肺地看着这一幕 不停地劝阻 想让这几个小年轻停下来 可他们的劝阻 又怎么劝得了黄俊杰 他们想要活下来的求生欲望 史大奎则是冷漠地望着这场厮杀 时不时地发出一声痛快的冷笑 同时 他又在大量着那个还在弹琴的黑衣人 他知道这个黑衣人肯定是个高人 但这个高人 似乎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这个人 宛如一个疯子 他好像有人性 又好像没人性 渐渐地 三分钟很快便到了 地上躺了好几具尸体 只剩黄俊杰还站着 他手里提着刀 满身是血 激动地望着黑衣人 我活下来了 我是不是活下来了 我不用死 话还没说完 他顿时僵在原地 低头看了一眼腹部的两处刀口 那两处刀口 此时正在不停地往外流血 扑通 他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上 满脸泪水地望着黄道安 爸 我不想死 救 救 虚弱的声音 戛然而止 只剩那一双死不明目的眼睛 还睁着 黄道安健壮 彻底崩溃了 几个痛失爱子的中年男人 不停地对着黑衣人咒骂 说着罪恶毒难听的话 黑衣人异曲弹完 看也没看那几具尸体一眼 淡定地来到史大奎面前 抽出刀 砍断了绳子 对他道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史大奎什么都没说 目光一直盯着那几具尸体 此时 黑衣人又走到黄道安他们跟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 语气又发生了转变 几位节哀 你们还年轻 还可以再生啊 祝你们早生贵子 黑衣人说完 哈哈大笑地转身离去 史大奎吸了口气 突然冒起一身冷汗 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他 后背都突然有些发毛 他头一回听到这么变态的安慰 这个黑衣人 真他妈变态 仇已经爆了 他冷冷看了黄道安他们一眼 转身便跟了上去 翻外 无人生还吧 四下无人的荒僻小道上 史大奎毫无顾忌地跟在黑衣人后面 就凭黑衣人替他报了仇 即便这个黑衣人要他的命 他也无妨 如果凭他自己 要把黄俊杰几人 从橘子里带出来 恐怕都很难办到 他不知道 这个黑衣人用了什么手段 但他知道 这个黑衣人 恐怕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 很久以前 他也认识一群人 那群人同样也不是普通人 只是很久了 他跟那群人 好像也很久没联系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跟在黑衣人后面走了许久 史大奎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 去见你想见的人 听到黑衣人的话 史大奎愣了一下 他想见的人 他想见的人 已经跟他阴阳两格了 虽然很想跟宋飞他们 还有曾经的那些战友 再团聚一下 但他觉得 没那个必要 因为宋飞他们 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可他早就做好了打算 等报完仇 他就去下面跟史小薰团聚 对于一个中年丧女的人来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 在为女儿的未来 创造更好的条件 那是他奋斗的动力 可如今 人已经不在了 还有什么动力可言 生和死对他来说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死反倒是解脱 我没有想见的人 史大奎落寞地回答 未必 黑衣人不想多说 直接领着史大奎 来到一片荒地 荒地的不远处 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孩 那女孩背对着这边 但史大奎却是一眼 就认出了这个背影 他不可思议地望着那个背影 又望向黑衣人 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小薰 史大奎狂奔式地冲向那个背影 连滚带爬地来到了女孩跟前 如同做梦一般 父女俩相望而泣 史大奎直接张开了双手 可没想到下一秒 却是扑了个空 他摔倒在地上 茫然地望向黑衣人 硕大的斗篷里 看不见黑衣人的脸 只听他平静的声音响起 你女儿已经过世了 你看到的是他的鬼魂 阴阳两格 你自然触碰不到他 史大奎泪如泉涌 抬头望着同样气不成声的 史小轩 心痛得无法呼吸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好好珍惜 黑衣人说完 转身离去 来到一棵树下 盘腿坐 他微微掀开斗篷 点燃一支烟 尝吸了一口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直到第二支烟快燃尽 黑衣人突然猛地起身 心中有些不安起来 不对 他忙踩灭烟头 急忙朝着史大奎跑去 可当他赶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只见史大奎牵着史小轩的手 俩妇女正宠他微笑着 而不远处的地上 正躺着史大奎的尸体 他是自杀的 何必呢 黑衣人叹了口气 死亡对于我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活着对我来说 也未必就能让我感到快乐 史大奎望着黑衣人 淡淡一笑 谢谢你 替小轩报了仇 了却了我最大的心愿 黑衣人再次叹息 事已至此 你们父女俩一路好走吧 史大奎点了点头 好 不过有句话 我想说完 黑衣人 你说 史大奎 我看得出来 刚才在秦航 你是装出来的 你不是一个没有人性的变态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这一番话 竟让黑衣人低下了头 看到黑衣人的反应 史大奎笑道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但你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不用感到迷茫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不是吗 忽然 黑衣人掀开了斗篷 那张脸 很快被史大奎认了出来 他也是一惊 正正地望着黑衣人 良久 他再次笑道 祝你所愿皆顺利 说完 他和史小轩转身离去 顿入虚空 幽冥之事 实属难言 但毫无疑问 这世上又少了两个活生生的人 多了两个游荡的灵魂 也许不久之后 又会有两个新的生命诞生 这就是轮回 望着俩妇女离开的方向 黑衣人双眼泛红 喃喃自语了起来 谢谢你 四日一早 柳翼急匆匆地 敲开了李牧府邸的大门 刚进屋 他便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顿时僵在原地 看到柳翼震惊的样子 李牧嘴角上扬 别紧张 我昨晚睡不着 出去杀了几个人 听到这话的柳翼 心脏更是疯狂跳动起来 睡不着 就要杀人 哈哈 跟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 我又不是杀人狂 李牧穿好衣服 突然在手臂上挂了一圈白布 柳翼刚缓过来 看到这圈白布 顿时又猛了 李牧这是要去参加谁的葬礼 说吧 大清早找我什么事 李牧望着柳翼 柳翼结结巴巴道 大哥 出事了 就是 就是那个黄主任 他儿子 他儿子黄俊杰 昨晚死了 刚说完 柳翼又盯着李牧手臂上的白布 一下子又愣住了 李牧这白布 不会是给黄俊杰准备的吧 可他怎么会知道 黄俊杰已经死了 死了 李牧一脸震惊 挠了挠头 那我李岂不是白送了 还白白欠了一个大人物的人情 这黄俊杰怎么这么短命呢 说完 他拉过柳翼的肩膀 凑到耳边说道 这个时候 想必黄主任一定很难过 不要让他难过 你去帮我做件事 说完 李牧递给柳翼一颗药丸 柳翼颤抖地接过来 内心的震惊 已经让他脑子快转不过来了 他现在就明白一件事 原来李牧手臂上的白布 是给黄道安准备的 尽管内心有些不安 但柳翼还是不敢表露出来 他好不容易得到道协会长的赏识 有展露头角的机会 他一定要把会长交代的事 仔细认真的办好 待柳翼离去 李牧缓缓坐了下来 表情恢复如常 番外 无人生还酒 一辆奔驰车上 黄道安神情悲痛地坐在后排 整个人好似一句行尸走肉 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思考太多 眼下他只有一件事要办 找到昨晚那个黑衣人 追踪他 杀了他 替黄俊杰报仇 就在奔驰车行驶到一条小路时 旁边的岔路口 突然冲出来一辆大货车 大货车没有要刹车的意思 静止就朝奔驰撞了过来 即便车速不快 可小轿车又哪会惊得住撞 一声震耳的响动后 奔驰车直接就被撞翻了 尽管四周还有一些行人 大货车里的司机 仍旧从容地从车上跳了下来 拿着一颗药丸 将奔驰车后排的黄道安拖了出来 实际上 要不是车上还有个司机 连这颗药丸都用不上 直接就车毁人亡了 别怪我 谁叫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柳逸掰开黄道安的嘴 将那颗药丸塞了进去 原本只是被撞晕过去的黄道安 突然睁开眼睛 惊恐地望着眼前戴着面罩的人 只是短暂的两秒 他的瞳孔就已经开始扩散了 心脏也很快停止跳动 柳逸没再多留 也没管那辆大货车 立刻消失在了现场 黄道安的死 很快就传开了 父子俩人 相隔一夜 接连遇害 倒写的很多人 都在帮忙调查这父子俩的死因 倒不是他们热心肠 只是黄家父子 死得不明不白 再加上一个月前 徐家几位前辈 也死得不明不白 所有人都嗅到了一丝危机 纯王齿寒 谁知道黄家父子的死 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 除了调查黄家父子的死因以外 倒写的很多人都赶着 去黄家调宴 不管平日里有没有交情的 总得来送死者最后一程 礼目也来了 他站在这父子俩的灵堂前 神情悲痛 一副惋惜的样子 黄主任生前 为人和善 对工作认真 对同事关心 为倒写奉献了大半辈子 是为好同志 想不到年近半百 遭遇如此灾难 回想起和他一起工作的一幕 还有刚和他相识那会儿 说到这里 黄木停顿了一下 没再说下去 只是悲痛地叹息一声 几位主任健壮 连忙安慰道 请会长节哀 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要是老黄在天有灵 也不愿会长如此难过 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齐心协力 找出害死老黄父子的凶手 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黄木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 此刻所有人都没看到 他背对着大家的脸上 浮现出的那一丝冷笑 你们犯的最致命的错误 就是没像除掉张灵霄一样 除掉我 黄木望着黄道安的遗像 心中感慨道 还记得我刚来道协的时候 你说我一辈子都是贱命一条 没想到 我会爬得这么快 这么高吧 你们的嘴脸转变之快 让我把人心看得透彻 否则 你们怎么会都被我玩得团团转呢 道协已经过世的人 几乎全都出自我之手 惊不惊喜 亦不意外 黄木强忍着想 笑出来的冲动 转身又是一脸悲伤 据调查 老黄父子的死 极大可能跟宋飞有关 宋飞虽然远在蓝江市被围困 不太可能是他动的手 但害死老黄父子的人 是他曾经的战友 我一个月前在祖师爷面前发下誓言 一定要亲手除掉这个祸害 现在就是我完成誓言的时候 李牧望着所有人 认真道 明天我会亲自前往蓝江市 要么把他活捉回来 要么把他的尸体带回来 告慰所有遇难同袍的在天之灵 听到李牧的话 在场众人顿时炸开了锅 道协本就人心不齐 充斥着派系争斗 各有各的想法和小算盘 而李牧这个会长 在道协更是争议颇大 但不管怎么样 能让道协会长亲自出山 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 想当年追杀张灵霄的时候 都没能惊动当时的会长 会长 您不用亲自去吧 咱们道协人才急急 既然这次 已经把宋飞围困在蓝江市了 那我们就多派点人 就算他三头六臂 那也插翅难逃啊 毕竟 李牧要是能制裁宋飞 那当然是万事大吉 可如果李牧没能制裁宋飞 又让宋飞跑了 那丢的可是整个道协的脸 这是要成为笑柄的 我已经定下来了 在其位谋其职 我这个会长 岂能不为大家做点事情 李牧说完 不容众人质疑 随后便离开了皇家 为明天的出征做准备 他走后 人群依旧议论纷纷 人群之外 徐胜望着李牧的背影 眯起眼睛说道 他怎么把什么事情 都喜欢推给宋飞 一旁的齐卫东若有所思 你的意思是 皇家父子的死 跟宋飞没关系 徐胜道 宋飞远在蓝江市 已经尼普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还有经历雇人千里之外 谋杀皇家父子 你信吗 齐卫东没有回答 反问道 那你是怎么想的 徐胜冷冷道 我二叔他们的死 绝对跟这个赵母脱不了关系 没准皇家父子的死 也跟他有关 但我就是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齐卫东闻言 平静道 我觉得未必 黄道安是他的人 对他也一直很拥护 他没道理 也没理由要除掉黄道安 就算他要除掉黄道安 为什么连黄道安的儿子也不放过 我觉得这父子俩的死 应该跟黄道安子犯的那些事有关 说不定是被人寻仇了 徐胜叹了口气 没再接话 两久 他才问 你觉得这个赵母 真会杀了宋飞吗 他杀得了宋飞吗 齐卫东严肃道 不知道 但我们应该也安排点人跟他一起去 而且要派徐家最忠心 最聪明的那批人去 死死盯着 他的一举一动 其他人已经在安排了 现在整个道协都在看他 接下来会怎么做 徐胜点了点头 嘲讽道 他最好真的能杀了宋飞 如若不然 他这个代理会长 应该是要成为笑话了 番外 无人生还时 据道协统计 这两年多以来 圈子里死在宋飞手上的人 有大约二十几人 也就是说 宋飞手里有二十几条人命 这还不包括失踪人员 至于失踪的人员 大概率也是死了 鉴于宋飞的种种行径 这等危险又凶残的人 一日不除 圈子里一日不得安稳 道协岌岌可危的名声 更是要一笑大方 而这一次 道协代理会长要亲自出征 前去捉拿暴徒 消息已经传开了 于是 各家也都调遣了自家的精英和心腹 如灵大敌 整个道协内部 难得的团结一致 各家都在紧紧盯着 这个私生子会长 而身为会长的李牧 也在做着自己的统筹工作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 柳翼慌张地赶到李牧家 似乎出了什么事 大哥 方天命他们出事了 什么事 李牧一脸平静地望着柳翼 即便出事的人员里面 还有他的左膀右臂 方天命和两个主任同时失踪 现在不知去向 柳翼咽了口唾沫 据传消息回来的人员判断 他们恐怕是遇袭了 极大可能是遭遇了宋飞 但现场找不到任何痕迹 所以没办法追踪 方天命他们的下落 听完柳翼的汇报 李牧沉默了下来 沉默许久 直到柳翼都站不住了 才忍不住说 大哥 方天命是过去指挥大局的 现在他失踪了 恐会人心大乱 虽然我们明天就要前往南江市 但如果今晚出了什么岔子 让那宋飞逃走 我们明天去了 也是白去 李牧平静道 那你的意思是 柳翼抱拳道 如果大哥同意 我今晚就连夜坐飞机赶过去 寻找方天命的下落 就算找不到 也能稳定人心 他已经向李牧请命了 但李牧却是没有给回复 而是反问道 你不是对方是兄弟 一直没什么好感吗 为什么还要去救他 柳翼如实道 丝绸归丝绸 但不能影响大哥的大局 如果方天命的失踪 导致宋飞出逃 您不好向道协这些人交代 李牧文言 欣慰道 你很有大局观 我很欣赏你的胸襟 不过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留意不解 正疑惑着 在他的考虑中 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这时 李牧忽然起身 走向客厅摆放的那个大鱼缸 他站在鱼缸旁边 像是在自言自语 又像是一由所指 我养了两条鱼 一条金龙 一条银龙 金龙领地意识极强 并且性情暴躁 而银龙脾气温和 所以就导致每次我投食 金龙总是能抢得更多 久而久之 金龙越长越肥 而银龙越来越瘦弱 听到李牧的话 柳依下意识 望向鱼缸里的那两条鲁鱼 果然 金龙鱼的体型 起码要比银龙鱼大上两倍 你说 要想让银龙肥起来 我应该怎么做 李牧突然问道 柳依愣了许久 才答 把两条鱼分开养 这样金龙就不会抢食了 李牧摇头 显然不满意柳依的回答 说 那我还得准备一个鱼缸 岂不麻烦 我把金龙直接弄死不就成了 最后一句话 让柳依顿时将在原地 他刚才还不明白 李牧怎么突然 把话题转移到了那两条鱼身上 此刻猛然醒悟过来 那两条鱼 难道不是一由所指吗 金龙 代表方是兄弟 而银龙 则代表他柳依 柳依顿时吓了一跳 李牧的意思 是不让他去救方天命 一旦方天命这条金龙活着 他这条银龙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既然这话是李牧提出来的 他还矜持什么 尽管他不明白 李牧为什么想让方天命死 大哥深谋远虑 是我考虑得太浅薄了 柳依说完 空气突然又安静了下来 梁九 只听李牧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给你吃 给你喝 给你一切 你居然用这么仇视的眼光 看着我 柳依吓了一跳 抬头一看 才发现 李牧是在对那条金龙鱼说话 他心里又是一惊 难道方天命 有背叛之心 所以李牧才要方天命死 这该死的方天命啊 真他娘不识好歹啊 明天早上 让人把他亲征了 李牧说完 转身就上了楼 是 柳依注视着李牧的背影 走进卧室里 这才弯腰退了出去 将大门关上 从李牧的府邸出来 他心中又是激动 又是开心 还有些害怕 激动的是 方天命一死 他的地位 肯定又要水涨船高 开心的是 李牧很看重他 害怕的是 他一定不能走方天命的老路 否则肯定也会跟那条金龙鱼一样 不知道哪天 就被人炖了 同时他还在想 李牧在这个时候 把方天爵派去很远的地方办事 就是不想让方天爵知道 方天命出了事 从而敢去营救方天命 李牧会不会 连方天爵也想除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太可怕了 尽管他对方天爵的恨意 比对方天命还要多 但他也看得出来 方天爵是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 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对李牧有背叛之心 李牧应该不会 连方天爵也不放过吧 番外 无人生还十一 一早 所有人都已经吃完早餐 集合待命 而李牧 还在慢悠悠地吃着那盘银龙鱼 柳翼看着他吃 心跳都有些紊乱 他还真把那条银龙鱼给吃完了 这一次 除了已经派去南江市围困宋飞的人以外 盗协又组织了大约一百多人出征 这么多人至于要怎么去 自然是乘坐飞机 盗协自己的飞机 等到了南江市之后 已经是中午了 徐大海询问道 会长 宋飞虽然被我们围困在了这里 但南江市说小也不小 我们是不是要先派人去查找他的踪迹 对于徐家的长辈和前辈 李牧还是很客气 说 徐大伯 那宋飞反侦查能力极强 要是去追踪他的下落 十天半月也不一定有结果 我们这么多人 耽误不起这么长的时间 与其我们去找他 不如让他自己出现 徐大海顿时一正 让宋飞自己找上门 这可能吗 这次肯定已经知道 道协要铁了心扮他了 乃会主动送上门呢 宋飞的父亲 不是还在青云关吗 那是他唯一的亲人 李牧笑了笑 我们去找他父亲聊聊 他还能坐得住吗 徐大海心中一惊 盲劝道 会长 宋飞他父亲 早就老年痴呆了 现在只是个废人 一个老弱病残 我们不好去打扰吧 要办大事 用点手段无可厚非 可去针对一个老弱病残 这是要是传出去 真的遭骂 他徐家虽然也喜欢手段进食 可也没泯灭人性到这种程度 草啊 李牧这个会长 简直拉低了整个道协的人性 徐大伯呀 关键时期 就得用点特殊手段 李牧平静说道 再说 我又不对那老头怎么样 只是利用他逼宋飞出现 难道你徐家的仇不报了 听到后面一句话 徐大海当即便不再反驳 他弟弟徐大山的死 还有其他几个堂兄弟的死 都跟宋飞有关 这仇不能不报 好 那我马上让人安排一下 去北山的车 再次回到兰江市 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 李牧若有所思了起来 在这座城市 发生过很多事情 那时候 刚出遇的他 没想到过之后 会遇到那些事情 更没想到过 他今天会成为 高高在上的道协会长 踏上熟悉的阶梯 来到半山腰上的青云关 资历最老的袁修道长 正急匆匆地 领着青云关所有人员 出来迎接 赵会长和各位领导立临 我青云关有失远迎 实在抱歉 袁修道长 你我也是老相识了 不必这么客气 李牧背着手 站在前面 微笑地望着袁修道长 道长近来身体可好 袁修道长汉手道 承蒙赵会长挂念 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硬朗 不知赵会长立临 是对我青云关有什么指示吗 站在一旁的潜心和潜意 表情冷得可以结出冰霜来 但他们 也不是当年的愣头青 知道什么话 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否则的话 他们已经一拥而上 把李牧按在地上摩擦了 当年的李牧 善良忠义 如今的李牧 冷血变态 只是谈不上 青云关一直循规蹈矩 向世人传道解惑 是我们业界榜样 但我听说 青云关私底下和宋飞有来往 李牧笑道 道长 可有此事 袁修道长波澜不惊 淡淡一笑 没有此事 不过宋飞的父亲确实在我们青云关养老 如果宋飞前来探望过 但凡被我们看到 我们一定会向道协举报 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 他到底来没来过 这个 我们也没办法 李牧点点头 我信道长的话 但今天我们 恐怕要打扰青云关两炷香的时间 也算是帮青云关 破除一下外界的谣言 还你们一个清白 说完 李牧直接对徐大海他们挥了挥手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下令 徐大海他们 立刻闯进青云关 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搜查 而青云关众人 也没有谁在出言劝阻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 道协就是威严 道协会长的话 就是圣旨 不容反驳 道协的其他人 全都进去搜查了 李牧则一个人四处闲逛起来 狗东西 当初我们就不该帮他 潜心阴沉着脸咒骂起来 师父和几位师叔 牺牲得真不值当 听到这话的元修道长 立刻瞪眼道 想让青云关的弟子 为你这几句话陪葬吗 潜心深吸一口气 强压下怒火 不再言语 青云关里 又鸡飞狗跳了起来 李牧一个人走到了一个院子里 在这院子里 有位老人 老人肉眼可见的虚弱与衰老 正坐在轮椅上 双目呆滞 面无表情 李牧刚走进来 便看到了老人 远远的 他直视着老人呆滞的目光 一下子便僵在了原地 右手微微有些颤抖 大约过了半分钟 老人浑浊的双眼 突然恢复了一些明亮 他微微抬起头望着李牧 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只是瞬间 李牧虽未起波澜 但双眼好似迷了风沙 忽然流下一串眼泪 那眼泪好似开闸的水 一泻而下 却不敢红了双眼 所有的隐忍和不能为外人所到的痛苦 好像在这一刻全都失去了控制 但即便如此 他也要不露声色 因为在这道观里 还有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 此时 徐大海等人已经搜查完了青云关 仍没找见宋飞来过的痕迹 等等 会长哪去了 徐大海四处寻找李牧的身影 顿时慌了起来 会长呢 你们看到会长没 众人摇头 徐大海不禁心中一惊 连忙带着人冲向那个院子 当他们赶到院子时 正巧看到李牧一脚踹翻轮椅 轮椅倒下 轮椅上的人自然摔了下来 说 你儿子到底来没来过 他在哪 看到这一幕 徐大海倒吸一口凉气 忙冲了过去 将李牧拉开 会长 使不得 番外 无人生还十二 看到李牧真的 对一个老弱病残动手 不光徐大海惊呆了 盗鞋的其他人员也都惊呆了 这真他妈 再没人性的人 也不能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 对一个老弱病残动手 这是要传出去 盗鞋所有人的脊梁骨 都得被人指着戳 会长 使不得 徐大海正拦住李牧 元修道长也带着人赶了过来 看到摔在地上的老宋 潜行眼睛瞬间就红了 我草 他拿着刀 就要朝李牧冲过去 但下一秒 两眼一黑 直接倒在了地上 元修道长铁青着脸 对其他弟子道 你们师叔身体不适 把他扶下去 几个弟子也是一脸愤怒 但什么都没说 连忙扶着已经晕过去的潜行 离开了这里 那个 那个 徐大海一脸尴尬地望着青云观众人 刚才老爷子不小心摔了 我们会长正要去扶他 别误会 别误会 说完 他连忙去把轮椅扶正 又把老宋扶回了轮椅 元修道长语气不满地问道 诸位领导查到什么了吗 可以还青云观一个清白了吗 李牧转过身来 一脸笑容 青云观当然是清白的 我给你们证明 打扰了道长 说完 他便带着人准备离开 忽然 元修道长叫住了他 冷冷道 赵会长 您是一会支掌 我有些疑惑 不知道赵会长能不能替我解答 李牧又转身笑道 您毕竟是前辈 还能有疑惑吗 请讲 元修道长顿了顿 一字一句道 不知感恩 恩将仇报的人 这种人算是畜生吗 此话一出 徐大海和其他人顿时将在原地 这话显然是在说李牧 要是放在平常 谁说这话指定完蛋 连带他的道观都得完蛋 可谁叫李牧刚才 做出这种事 万一青云观的人 把刚才的事传出去 那道写本就不太好的名声 以后恐怕就得臭了 一时间 徐大海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全都看李牧的反应 李牧文言 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 但他什么也没说 转身又离去 离开青云观 下了山 已经上车的徐大海 连忙给徐胜打了个电话 这辆车上只有一个司机 而且 司机也是徐家的人 他也就没什么顾虑 打通电话后 便跟徐胜说了一下 刚才在青云观发生的事 真的假的 电话里 徐胜倒吸一口气 真的 徐大海一边擦着冷汗 一边说道 这个赵母绝了 幸好当时青云观的人 没赶过来看见 否则我们就真的说不清了 我跟你说 现在就算道谢 还有人传他跟宋飞是一伙的 我都不信 这人太绝了 一点做人的底线都没有 电话里 徐胜沉默了 同样惊出一身冷汗 我看我们徐家最近 还是低调点吧 徐大海说道 这次前来围剿宋飞 如果他成功了 必然要收获一些人的支持 以他的性格 肯定会比之前还要嚣张跋扈 在这种时候 我们如果不低调 很可能会成为他的靶子 徐胜又沉默了几秒 却道 大伯 我有个想法 如果 我是说如果 他死了 名正言顺地死在了去围剿宋飞的路上 你觉得怎么样 这话一出 徐大海仿佛被雷击一般 直接吓得一哆嗦 即便车上的司机是徐家的人 他仍然心惊胆战起来 忙往角落靠了靠 你在说什么 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徐胜平静道 大伯 我跟你透露一件事 你别激动 还得二叔和几位长辈的死吗 他们的遇害 跟宋飞无关 跟他有关 徐大海倒吸一口凉气 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不知是震惊 还是愤怒 你说什么 我说真的 这件事 我调查了很久 徐胜依然平静道 二叔他们的死 就是他做的 您仔细想想 为什么那天 他邀请二叔他们去饭店 当天就出了事 为什么他一点事都没有 我们家的人 却一个都没逃掉 大伯 他跟我们 不只是竞争关系 是仇人 是死敌 他活着一天 对我们徐家 没有半点好处 徐大海已经有些梦了 根本反应不过来 但他知道 徐胜不会拿这件事 来刺激他 去杀李牧 也就是说 徐大山他们的死 真有可能就是李牧做的 之前他们也怀疑过 但也仅仅只是怀疑 因为没人能想到 李牧能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 敢对徐家人下手 如今看来 他是真的敢 你想怎么做 您带去的人 都是徐家一等一的高手 找机会 把他的死价货给宋飞 让他回不了道歉 听完 徐大海咒眉道 那无极先生那里怎么交代 徐胜道 人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是宋飞害死的 我们需要交代吗 更何况这么多年 谁见过无极先生 即便是他的私生子 被他捧上位 他都一直没有亲自现身过 我怀疑 他可能快游进登窟了 根本不足为惧 番外 无人生还十三 方天爵也赶到了兰江市 柳翼很是茫然 有关于方天命的失踪 李牧明明 让他叮嘱了所有人 不许泄露出去 他也照做了 给这边的代理负责人打了电话 明令禁止把方天命失踪的消息泄露出去 而方天爵远在其他城市 他又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到底是谁通知了他 屋子里 李牧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的大雨 眼睛发红 似乎刚哭过 柳翼没有看到他哭 盲会报道 大哥 方天爵来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收到消息的 李牧依然站立不动 淡淡道 既然来了 让他进来见我吧 是 柳翼忙出去 将方天爵请了进来 方天爵身披雨衣 满脸焦急 同样眼睛发红 他暂时没空去管柳翼这种下等货色 为什么能跟在李牧身边 得知方天命的失踪后 他连李牧交给他的任务 都暂时不管了 大老远赶飞机来南江市见李牧 大哥 我弟弟出事了吗 他是不是死了 大哥 方天爵声音都比平时高了两分 不知是因为着急 还是埋怨 但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李牧转过身来 眼睛通红 似乎刚哭过 我收到消息 阿命失踪了 生死未知 李牧语气沉重道 他可能是想做出成绩证明给我看 没有通知大部队 就私自领着一队人去捉拿宋飞 结果不知所踪 方天爵愣在原地 浑身发抖 半晌 说道 大哥 你派点人给我 我马上出去找 我去找他 李牧摇头 我已经派了大批人马 去搜寻他的下落 按照宋飞的行事风格 他一定不会留活口 所以 没有必要将人掳走 阿命应该是受了伤 找地方躲起来了 你急也没用 好好休息 一旦宋飞出现 你还有大用 方天爵一向听话 可现在方天命不知所踪 还不知生死 他根本冷静不下来 大哥 我不累 你派点人给我 听话 李牧一脸疲惫道 得知阿命出事 我立刻带着人 亲自赶来蓝江市 因为我不会放任自己的弟弟不管 你听话就是 方天爵呆呆地望着他 心里突然生起一股愧疚 李牧得知方天命出事后 立刻就带着大批人马赶来 四处寻找方天命的下落 而且看李牧的样子 似乎哭过 应该也是十分担忧方天命的状况 而他在得知方天命出事后 第一时间是埋怨李牧 为什么要派方天命过来 如果不派方天命过来 那方天命就不会出事 他觉得 他太不懂事了 李牧一心都在为他们两兄弟考虑 他却不知李牧的良苦用心 说到底 还是方天命太急功近利 否则也不会出事 大哥 你也要保重身体 不要太担心了 方天觉反过来安慰道 阿命吉人自有天相 我们三兄弟 谁都不会出事 李牧点点头 下去好好休息 方天觉转身擦了擦眼泪 走出了房间 雨还在下 天 好像破了一个洞 要淹没整个蓝江市 今夜这座城市 注定是不安定的一夜 李牧和徐大海他们 派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出去 寻找某人的下落 实际上 没人去寻找方天命 都去寻找宋飞了 所有人都身披雨衣 穿行在狂风暴雨之中 而此时有一批人 同样穿行在雨夜 但他们 和其他人不同 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寻找 而是直奔李牧所在的这栋别墅 不一会儿 他们包围了整栋别墅 身姿矫健的翻过围墙 一半人占据别墅四方 防止里面的人逃出来 一半人来到正门前 将一张黄符贴上 被贴上黄符的大门 悄无声息地自动打开了 尽管在大雨倾盆的声音压制下 别墅里的人应该是听不到开门声 但今晚要刺杀的 绝不是什么小喽啰 所以一切要谨慎为之 大门敞开 客厅一片黑暗 里里外外 都是倾盆大雨声 六个人如同黑夜里的幽灵 悄无声息地来到客厅里 可很快 他们僵住了 丰富的战斗经验 让他们瞬间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还有人味 空气中 瞬间弥漫着一股强大杀气 但这杀气 只来源于一个人 知道你们为什么老是都不过我吗 黑暗中 客厅沙发的位置 突然亮起一道手电筒的光束 硬照着李牧的脸 他拿着手电筒 照着自己的脸 冷笑地望着六人 六人瞬间抹了 仿佛被施了定身皱一般 李牧竟然提前知道 因为你们老是盯着 我不堪的一面 老是想看我犯错 甚至用这种拙劣的暗杀把戏 想置我于死地 李牧笑笑 却不想 想我能走到今天 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 一群蠢货 阿易 还是你懂大哥 去 弄死他们 花音刚落 李牧身后的一道黑影 瞬间射了出去 直奔那六人 番外 无人生还十四 柳翼的功夫 当真不是他自己吹出来的 传统武术流传至今 十之八九 却是孤名钓鱼 而唯一的那一个 自是从小习起 无数次的训练加实战 才是真材实料 八级拳 又是爆发力极大的拳种之一 有晃榜撞天岛 跺脚镇九州之势 在传统武术之中 更有文有太极安天下 无有八极定乾坤之说 为了在李牧面前 证明自己的本事 柳翼更是将自己所学的八极拳 发挥到了极致 只见他出手刚猛 发力瞬间 进入奔弓 发如炸雷 可谓全似流星眼四殿 腰如蛇形 脚如钻 六个学家的顶级高手 赶前来刺杀会长的勇者 竟被柳翼一个人 打得节节后退 短暂的交手后 他们已经知道柳翼的厉害了 不得已将道士也要施展出来 可诡异的是 道武双修的他们 在掏出皇服后 却发现皇服失效了 不仅皇服失效 连他们能运用自如的道法 也如同背上了封印一般 根本就施展不出来 六个人大惊失色 不可思议地朝里目望去 这栋房子里 肯定布置了什么节节 让他们的道法施展不出来 但要办到这等层次 除非施展节节的人 比他们六个人加起来都要厉害 甚至要厉害几倍才能办到 可这根本不可能啊 在学家的情报里 道协赵会长 平智谋和狠辣 作文代理会长这把交椅 有西式阴眼 可以保命傍身 但仅仅就靠阴眼 就能让他们六个人道法 都施展不出来 这不可能 要真能这样 李牧为什么还需要方式兄弟 当他的贴身保镖 要真能这样 方天爵为什么会为了保护李牧 还曾经挨了好几刀 但此时 六人来不及细想 也来不及思考其中缘由 他们只能拼命应付柳翼 柳翼虽猛 能力敌六人 却不能快速将六人击杀 而六人出自徐家第一梯队的高手 虽不是柳翼的对手 却也能应对 人的体力终究有限 柳翼为了在李牧面前表现 一开始就勇猛过头 导致力气不足 已经渐渐有些招架不住了 终于 在击杀一人后 他身中两拳 又一脚被踹飞出去 还不等落地 五人抓住时机 要置柳翼于死地 李牧不禁叹了口气 废物 话音刚落 在零点零一秒之内 他移动到了柳翼跟前 抬手就抓住了一个人的脖子 咔 那人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立刻引恨于此 一把匕首 很快出现在李牧手中 黑暗中 瞬间又传来两道惨叫声 六人只剩其二 有人不知何时 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绕到了李牧身后 正窃喜任务要完成 可下一秒 明明站在他前面的李牧 手中的刀子 却不知何时插进了他的心脏 瞬间拔出 又消失在原地 轰隆 一道炸雷在天空响起 划过的闪电 短暂照明了充满血气的客厅 柳翼和最后一名刺客 全都僵在了原地 前者看到刺客的身后 正站着冷笑的李牧 而后者 只感觉一道冰凉 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一时间 他不敢妄动了 很久以前 我以为道协是龙唐虎穴 原来也不过如此 李牧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下一秒 刺客的脖子 洒出一道鲜血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留一张大嘴巴 顾不得血腥味 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但这震惊 没有持续太久 大门外 又冲进来一队人马 这些人自视经验丰富 没有半点停顿 直接朝着李牧后背而来 大哥小心 柳翼一惊 出声嘶喊 但李牧仍旧回头 只是左眼爆发一阵 幽绿色的光芒 在那阵光芒下 许多绿色处须延伸了出去 将那一队人 滞留在了半空 他们手不能动 脚不能动 甚至连表情 都定格住了 全都被冻在了半空中 柳翼倒吸一口凉气 借着光芒 看清那些人的脸上 似乎有薄薄的冰渣 就好像真的被冻住了一般 不仅如此 就连李牧所占的地面 以及墙面 甚至是空气中 都凝聚了冰渣 整个客厅仿佛置身于冰窖 更让他感动恐惧的是 在李牧体内 忽然又显现出了一道人的影子 那人头发蓬乱 竟是一只恶鬼 柳翼不敢相信 惊恐地瞪着眼睛 难道传说中的阴眼 竟是恶鬼所化 李牧的体内 寄居着一只强大的恶鬼 判官令 轮回 只听李牧平静地念叨 下一秒 半空中的人 全都砸向了地面 没了声息 彻底不动 柳翼将了几秒 慢吞吞地走向那几具尸体 借着两道划过的闪电 他掰开其中两具尸体的眼皮 只见眼皮下 根本不是扩散的瞳孔 只剩眼白 他们 好像没有灵魂了 柳翼咽了口唾沫 望向李牧 又望向其他几具尸体 心中更是恐惧起来 刚死之人 没有灵魂 要么 灵魂已经被灭 要么 直接轮回了 番外 无人生还十五 大街上 一个女人奔跑在雨幕中 她右眼跳动着金色光芒 神情略微有些交集 在一定范围内 仰眼能感知到阴眼的变化 一般情况下 李牧是不会动用阴眼的 苏梅跑到李牧的住宅外 正要进去 抬头却看见一个人爬上围墙 想要翻进去 此时那人也和苏梅对望着 雨幕中 两个人都看清了对方的脸 苏梅愣了一下 望着那人跳入围墙之内 想了想 也没再进去 转身便走了 整个蓝江市 依然在被大雨冲刷 两百米外的一处住宅内 徐大海正站在落地窗前 举着望远镜 观察着李牧所在的方向 但他只能看到 住宅以及住宅之外的景象 看不到住宅内部的景象 他看到苏梅赶了过来 正紧张之余 害怕自己的计划暴露 却没想到 苏梅都快跑到门口了 又忽然转身离去 这个女人 什么意思 她不去救人吗 徐大海眉头紧锁 内心忐忑 她怀疑苏梅是不是回去叫人了 如果是去叫人 那几个徐家高手 肯定要被抓住 但等苏梅叫人过来 人应该都已经跑了吧 她担心的是 那几个徐家高手 到底有没有得手 今晚李牧 把所有人都派了出去 只留了一个默默无名的柳翼 一个柳翼 加上一个李牧 不应该是那几个徐家高手的对手 那几个徐家高手 可是徐胜的爷爷亲手调教出来的 徐家有意隐瞒了那几个高手的实力 就是为了刺杀重要人物做铺垫 不会失败 不可能会失败 徐大海放下望远镜 揉了揉太阳穴 他拿起手机又看了一遍 内心更加不安起来 如果计划成功了 为什么那几个徐家高手 还不给他来消息 徐大海吸了口气 抬头的一瞬间 忽然看见落地窗的玻璃上 投射出一个身穿羽衣的男人 那男人就站在他后面 垂着头 一言不发地盯着地面 谁 徐大海吓得一机灵 猛地转身 袖口弹出刀子 指着那个男人 你怎么进来的 羽衣男依旧没有抬头 询问道 你是徐大海 徐大海嗅到了一丝危机 紧张起来 我不是 你认错人了 羽衣男冷笑道 你好像很害怕 徐大海皱眉 好笑 我徐大 话还没说完 声音戛然而止 羽衣男嘲笑道 看来你就是徐大海 徐家只有徐大海和徐大山 徐大山已经死了 徐大海不再犹豫 出刀便朝羽衣男冲了上去 但很快 三招之后 他挨了三刀 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 被踢飞了回来 重重砸在桌上 一口老血狂喷了出来 他惊恐地望着羽衣男 内心已猜到七八 你是 宋飞 宋飞抬起头 露出那张沧桑的脸 听说你们在全城搜捕我 我来了 向你们的妈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徐大海吓得从桌上摔了下来 连滚带爬地缩到墙角 忽然扔掉匕首 掏出几根银针 你好大的胆子 我劝你自首 别再为非作胆 不然你没有好下场 宋飞接掉羽衣的帽子 冷漠道 再给你们十年 你们也抓不住我 说完 他握紧匕首就冲了过来 准备结果了徐大海 徐大海见状 也不再犹豫 直接将那几根银针 扎进自己的头顶 头骨的坚硬程度 刀都劈砍不尽 可奇怪的是 那几根银针 却十分顺利地 就完全扎进了头顶 徐大海惨叫一声 十分凄厉 宋飞刚到跟前 却忽然被一阵强大的阴风 震飞了出去 他凌空一转 半跪落地 瞪大眼睛 望着已经发生变化的徐大海 此时的徐大海 用可不来形容 都不为过 他双眼流出鲜血 瞳孔竟然一分为二 脸上和脖子上 也突然冒出来 许许多多数不清的眼睛 就连他手上 都凭空声长出了眼睛 宋飞只是看了一眼 胃里顿时一阵翻滚 哦 你果然在修炼鞋术 哦 草你妈的 听兰武说 这种鞋术 是把命格属英的同男同女 用各种残忍的手段 让其带着极大的怨气而死 还要在其变成厉鬼之前 就练成小鬼 攻其拆遣 每一只眼睛 都代表一条亡死的小生命 徐大海身上 起码有二十多只眼睛 就在宋飞吐完之后 他忽然感觉自己的双腿 被两只小手抓住 顿时汗毛倒树 低头一看 只见两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正抱着他大腿 一脸天真懵懂地望着他 大师兄 救我 宋飞两腿发软 差点就要晕过去 徐大海冷笑一声 嘴里发出怪异的吼声 便朝宋飞扑了过来 强大的阴风 再一次 把宋飞弹飞了出去 半空中 短棍对接 宋飞稳稳落地 从兜里抽出一块黑布 蒙住双眼 眼不见 心不烦 蒙住双眼的瞬间 徐大海再次袭来 可这一次 他脑袋重重挨了一棍子 两只眼睛被打爆 整个人直接被打飞出去 尽管双目不能视 但宋飞的耳朵 却是无比灵敏 他甚至能听到 被打爆的眼睛 流出来的不知眼色的液体 就犹如灌汤包被挤爆一般 哦 他扶着墙又拖了一阵 踢棍便追着徐大海 一顿暴打 房间里 顿时响起 淒厉又怪异的惨叫声 不一会儿 徐大海直接被打回原形了 抱头缩在墙角 大喊救命 可奇怪的是 他明明在自己住的地方 留守了许多保镖 可他喊这么大声 房间里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却是没有一个人敢来救他 宋飞接掉眼睛上的黑布 没在耽误时间 一棍子挥在徐大海的头顶 随后 他沾了徐大海的血 在墙上写下杀人者 宋飞五个大字 做完这一切 他一棍子打碎落地窗的玻璃 飞升而下 楼下 蓝五正手持一个物件 见宋飞下来 嘀咕道 象龙发明的东西 还真好用啊 我刚才在外面拉屎 都没人发现我 宋飞闻到飘过来的屎位 刚平静下来的位里 顿时又翻滚起来 卧槽 你属狗的呀 到处拉屎 快走 去找象龙他们 番外 无人生还石榴 屋子里 李牧站在窗前 望着窗外大雨 一脸平静 徐大海应该已经死了 屋内沙发上 还坐着一个面容苍老的中年男子 他扔出一大碟照片 眉头紧锁 这些都是他害死过的人 不知道他做的这些事 是他个人 还是整个徐家都是如此 但他早该死了 男子望着李牧的背影 问道 你有把握在一年之后 坐稳会长的位置吗 李牧毫不犹豫地答道 实诚把握 男子点点头 那就好 恩师果然没看错人 那把倒写搞成这样 你还是头一人 李牧没有说话 屋子里顿时沉默了下来 男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看向窗户玻璃倒映出的那张疲惫的脸 你的状况 好像不太好 我很好 李牧笑了笑 说 比起宋飞 我每天锦衣玉食 人前显贵 人后显贵 我已经比他好太多了 中年男子 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 他掏出一张照片 上面 是宋飞和一个女人的合影 照片递给李牧后 中年男子笑着说道 宋飞谈恋爱了 这是他女朋友关婷 这个女孩挺不错的 李牧接过照片 目不转睛地盯着合影上的两个人 也笑了起来 但眼泪 却一直滴在照片上 他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他也老了 才两年多不见 头发白了这么多 中年男子望着窗玻璃 那张红了眼眶的脸 长叹了口气 那是我们制定整个计划 而要去干这件事的人 除了宋飞 没有第二个人 比他更合适 因为只有宋飞才有可能 在整个圈子的追捕下 还能安然无恙 说实话 连我恩师他们都不行 但他毕竟只是肉体繁胎 他很辛苦 也受了不少伤 为了全盘的计划 大家都不容易 你更不容易 何须自责呢 记得最玄的一次 宋飞只生一口气 但最终还是死里逃生 活了下来 为什么要选宋飞 最大的原因是宋飞的强大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宋飞唯一的亲人 只剩下老宋 而老宋已经是一个痴呆老人了 默认会去用一个痴呆老人 逼迫宋飞就范 全盘的计划 只是为了十年之后 再次将丁蒜天封印 李牧眼睛通红 十分疲惫地说 因为他身后 站着天道 我们没办法对抗天道 只能将他封印 男子叹气道 这是没办法的事 李牧又道 可上一次封印他 原青道长 他们牺牲了 陈雪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下一次呢 牺牲的是相龙 还是兰武 还是宋飞 还是我和你 男子同样红了眼睛 一脸无奈 没办法 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我们就 只能每隔十年封印他一次 也许几个十年之后 我们就找到了 解决天道的办法 或者 让天道解决我们 抹去所有 跟这件事相关的人 天道的用意很明显 他要东方无道 除掉第三批人类以前的所有生物 要保持天道的秩序 但这代表你 也要除掉陈雪 还有白灵 甚至是你自己 丁蒜天的复活 也是天道的愤怒 他要丁蒜天 不止除掉第三批人类以前的所有生物 他要让跟这些事件 还有人所关联的一切人物 通通消失 这意味着包括我 包括宋飞他们 甚至是整个青云关 还有我们已经出世的子孙后代 都得像蚂一样 被踩死 悄无声息地 从这个世界上被抹去 男子望着李牧的背影 声音颤抖起来 我儿子出生以后 我只陪过他三天 然后我老婆就没了 为了保护儿子 我只能把他送走 我不敢让人收养他 为了将他隐藏起来 我只能把他送到孤儿院 之后我隐藏在育龙集团 每一天我都在想念他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只尽到了三天做父亲的责任 我把他带到这个世上 只待他享受过三天的温暖 说到这里 男子已经说不下去了 李牧的眼泪也越流越多 转过身来 瘫坐在地上 没人知道他心里藏着多少事 也没人知道他承受了怎样的压力 只有在面对男子的时候 他可以流泪 别的时候 他只要轻易动摇 很可能就会万劫不复 也会害得宋飞万劫不复 我知道你不容易 男子望着李牧 说 从你来到育龙集团那一天起 没人叫你 怎么去面对那些危险 没人告诉你 真相为什么是这样 甚至没人给你喘息的机会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好人 你和恩师一样 做不了太缺德的事 但没办法 为了全盘计划 你必须要抛弃一些东西 包括人性 你觉得有些人最不至死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人比我恩师 他们更无辜 可你以为害死我恩师 他们的 就只是望月村 那一百多个人吗 不是 是整个圈子的冷漠 是人性的恶意 还有盗邪 这颗毒瘤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 男子收住心里的软弱 苏然道 为了封印钉算天 为了你的至亲好友 不再牺牲 盗邪必须要解散 圈子必须要团结 恶人必须要除掉 你必须要坚定自己的内心 李牧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 我知道了 我只是害怕 我每天 每天都要派人去追杀宋飞 我要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 想尽办法置宋飞于死地 我每一天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害怕 害怕他们成功了 兴致冲冲地跑回来告诉我 他们杀死了我最好的兄弟和大哥 男子望着李牧 一字一句道 为了保护更多的人 必要的时候 我们一定避免不了某个人的牺牲 如果有必要 你可以把我也牺牲掉 我无怨无悔 只要你能保护我儿子高小高 屋子里顿时又沉默下来 良久 男子语气坚定 以前跟恩师相处的时候 老是听到他说的一句话 我不相信 命运可以控制一个勇敢的人 我相信人定胜天 番外 无人生还时期 徐大海的尸体 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墙上那几个刺眼的心红血字 直接震撼了发现尸体的众人 杀人者宋飞 这是何等嚣张 徐大海遇害 凶手肯定没有跑远 还在这附近 消息传出后 所有在外搜寻的人员 立刻赶了回来 呈包围之士 准备全力围剿宋飞 牺牲自然会有 人自然也会死掉不少 但今晚不管付出再大的代价 宋飞必须地死 李牧望着窗外的不平静 立刻转身走过来坐下 徐大海的尸体 被人发现了 今晚很重要 男子眉头紧锁 同样如灵大敌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不是今晚特别重要 他也不会来见李牧 李牧略微有些紧张 拳头攥紧 我没问题 深夜 倾盆大雨之下的蓝江市 已经没什么人了 除了今晚大战的参与者 也只剩四个轮子的钢铁怪兽 急驰在公路上 已经有人发现 宋飞的踪迹了 厮杀从徐大海的死 就已经开始了 可是 我们发现宋飞了 快过来支援 我们也发现宋飞了 你们到这边来支援 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边 也发现了宋飞 陆陆续续 很多人都发现了宋飞 宋飞难道会分身 一下子让好几个方向的人都发现了 不对 宋飞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出现在这么多地方 我看到的宋飞 是平头 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 所有知道宋飞的人 对他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额头前的那搓帽 我明白了 有两个人戴的假发 真正的宋飞是平头 别认错人了 消息重新散发出去后 很快 有人在街上 看到扔掉的两顶假发 三个宋飞 又全都是平头了 卧槽 一定要把人看清楚 不能让真正的宋飞跑了 今晚所有人都穿着羽衣 根本很难辨人外貌 而此刻 在四通八达的街道 和小巷子里 继续大海被杀后 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杀了 他们无一例外 都在道协站有一席之地 并且他们在临死前 看到了杀死他们的凶手 李牧 宋飞 项龙 蓝武 房顶上 高安蓝披着羽衣 举着望远镜 观察着整个战局 那四道人影 他一眼 就辨认了出来 四个一往无前的人 仿佛四把犀利的神兵力气 他嘴角微微上扬 但很快 脸上 又流露出一种悲伤 而是 当年你们四人 要是选了这条路 会不会你们 就不用死 可我们不清楚眼下的路 到底哪条是对的 只能先选一条 才能告诉自己 哪条路更值得我们去走 哪个错更值得去犯 你们的路 没走得通 走进了一条死路 也许我们选的路 也是错的 但这条路 更值得去走 雨夜 一辆越野车 及时在路上 直奔战场 项龙手持螺盘 正被三个人追杀 他身上已经挨了一刀 鲜血直流 雨夜都被砍破了 比起李牧得到的真传 宋飞的从小习武 还有兰武的传承 他终究还是弱了些 要不是有机关术 和墨家传承在手 他今晚难以参与进来 今晚前来围剿宋飞的 全是道协高手 刚才遇到方天爵 他还没来得及 把挂字爵施展出来 就挨了方天爵的飞刀 此刻 那五个人 已经快追上他了 他也跑不动了 就在这时 那辆越野车冲了过来 没有丝毫停顿 静止撞向追杀相龙的那三个人 三人被车灯一晃 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撞飞出去 重重落地后 安静地躺在雨幕中 生死不知 撞人后 越野车停了下来 车上走下来三个人 两男一女 相龙气喘吁吁地站在那儿 望着年纪最大的那个 许老板 你终于来了 徐磊也望着他 嘿嘿一笑 大发明家 怎么受伤了 相龙没心情开玩笑 忙说 今晚来的都是高手 小心点 徐磊一脸淡定 冲一男一女招招手 三个人直接掏出枪来 子弹上膛 这些人啊 时代都变了 还打打杀杀 走 赶死他们 对了 把人看清楚再开枪 别把苏梅和陆子秋给崩了 还有那个柳翼也别动 今晚 倾盆大雨也冲不掉 这漫天的血腥味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几个宋飞 一个没死 盗鞋的人 却死了不少 李牧杀完人 正准备去杀名单上的下一个人 但刚从巷子里跑出来 他就和宋飞 还有蓝武遇上了 三个人 隔空相望 渐渐的 三人分不清 是泪水 还是雨水 他们好像很久不见了 又好像 才刚见过 往日的友谊 从来不曾减少过 许久的不见 只有与日俱增的思念 李牧望着那两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 心里一阵刺痛 才三十好几的人 怎么就这般苍老了 方天爵急匆匆赶来 站到李牧身旁 望着对面那两个人 瞳孔一缩 是宋飞 姓宋的 你把我弟弟藏哪了 你他们把我弟弟怎么了 他要是死了 我要你的命 远远的 方天爵就呈防备姿势 冲着宋飞怒吼 但宋飞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方天爵有些心虚 盲对李牧说道 大哥 我们一起动手 一定能把宋飞抓住 问出阿命的下落 只是 他刚跟李牧说完 一辆越野车 开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四个人 站到了宋飞旁边 见又来了几个人 方天爵更加心虚了 连忙掏出对讲机 准备叫人 只是 他刚把对讲机掏出来 一把匕首 毫无征兆地 插进了他的心脏 啪 对讲机掉在地上 他低头看着胸口那把刀 又转头 不可思议地望着李牧 番外 无人生还十八 方天爵望着李牧 根本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人是李牧 他最敬重的大哥 为什么 会成为杀死他的那个人 为什么 很遗憾 你遇到的不是从前的我 李牧闭着眼睛 声音也略有些颤抖 他根本不敢去看 最信任他的人 脸上的那种失望 放过我地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方天爵还想保全方天命 李牧没有回答 松开了手 方天爵的尸体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方天命 没有失踪 方天命早就死了 李牧吸了口气 抬头望着宋飞他们 预知面具 冒着幽蓝色的光芒 如同一团虚影 出现在李牧脸上 又渐渐清晰了起来 与此同时 柳翼发现李牧不见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苏主任 陆主任 你们看见会长没有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 宋飞已经出现了 万一会长一个人遇到他 就危险了 大家快去找会长 柳翼可管不了宋飞 李牧的性命 比什么都重要 李牧要是没了 他又得做回那个默默 无名的柳翼 一时间抓捕宋飞 便成了寻找李牧 此时的李牧 已经浑身是伤了 宋飞 蓝武 象龙 将他团团围住 棍子打在他身上 匕首刺进他肉里 黄符炸在他身上 不够 不能心慈手软 他们看得出来 他们会知道我们在演戏 再狠点 再狠点 四人全都受了伤 但唯独李牧和宋飞 伤得更重 尽管如此 李牧依旧不满意 三人双眼发红 根本下不去手 象龙咬牙道 这样下去你会死的 李牧望着他们 脸上挂着笑容 别担心 我命硬 我必须九死一生 才能让计划不出现破绽 能见到大家 我很开心 大师兄 把雷符拿出来吧 蓝武将在原地 表情惊恐 雷符 雷符真的会死人的 把雷符拿出来 李牧 拿出来 在催促声中 蓝武将硬地掏出雷符 但始终不敢用 除了不敢 还有不忍心 现在的他 已经继承了师傅 和师伯们的衣钵 雷符祭出之后 李牧即便不会死 但也要没了半条命 见蓝武犹豫不决 李牧也很下心 直接抓着他的那只手 将雷符贴在了自己胸口上 大师兄 生日快乐 动手 蓝武崩溃了 他含着泪 念出了雷符的咒语 此刻 还在寻找 李牧的道协众人 突然看见 某个方向的上空 闷雷滚滚 甚至有闪电划过 那闪电好似一条游龙 在蓝江市的上空盘旋 随时都会劈下来 在那边 有人用了雷符 会长有危险 某一傻眼了 浑身都站立了起来 就连陆紫秋和苏梅 都吓得有些梦了 李牧的计划 什么时候 把雷符给加进去了 快走 保护会长 在某一的嘶吼声中 所有人立刻朝着 那个方向狂奔去 当他们赶到之后 一道雷电 正好披在李牧身上 刺眼的光芒 让所有人闭上了眼睛 心脏狂跳 某一的心 顿时冰凉了 陆紫秋和苏梅 将在原地 只感觉天好像塌了 当所有人 再次睁眼的时候 李牧轰然倒地 在他不远处 躺着宋飞的尸体 会长 所有人狂吼一声 顾不上别的 忙朝着李牧跑去 快 就会长 别让他们抢走 宋飞的尸体 陆紫秋大吼一声 带着人杀气腾腾地 朝项龙他们奔去 项龙他们见状 连忙扔下宋飞的尸体 掉头就跑 钻进越野车 疯狂逃离 大哥 大哥 柳一连滚带爬地 来到李牧身边 看到一身焦黑 浑身是伤的李牧 心都在滴血 不管如何 李牧是他的贵人 是他一生的贵人 宋 宋飞 李牧闭着眼睛 嘴里还在喊着宋飞的名字 宋飞死了 宋飞死了 会长 宋飞被您击杀了 快 医生 道医在哪 救会长 消息很快传回道协 宋飞落网了 尸体被运回了道协 听说他是被会长亲手击杀的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整个圈子为之震动 原本对道协的代理会长 还颇有微词的一些人 似乎也都在称赞这个代理会长 终于干了件人事 替天行道了 不过 虽然宋飞死了 但道协却乱了 这一次为了围剿宋飞 牺牲了不少人 徐家老大徐大海身亡 除此之外 还牺牲了二十多位道协的得力干将 以及高手 这对道协来说 损失太大了 对于徐家来说 又增添了巨大的悲痛 我大伯怎么会死 我大伯怎么会死啊 为什么这个赵母没死 为什么 房间里 徐盛大发雷霆 差点崩溃 齐卫东忙 捂住他的嘴 额头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 你疯了吗 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们暗地里谋划着刺杀盗协会长 徐盛气不成声 贪坐在地上 为什么 我大伯为什么会死 因为你蠢 齐卫东怒道 为什么这件事不跟我商量 我 我临时起 我想让他回不来 这是大好的机会 徐盛望着齐卫东 眼睛红肿 我大伯带去的 都是徐家的顶尖高手 是我爷爷亲手栽培出来的 现在那几个高手也失踪了 为什么 会失败 齐卫东吸了口气 怒道 你当他是傻子吗 他能走到今天 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你以为他会没有防备 他走到今天 有多少人想要他的命 他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杀的 徐盛呆滞了 男男道 我大伯 我大伯肯定不是宋飞杀的 肯定是赵木 是赵木杀的 如果让他醒过来 我就完了 番外 无人生还十九 徐盛的脸都苍白了不少 吓得浑身发抖 赵木呢 他怎么样了 他会不会醒过来 你现在知道怕了 齐卫东瞪着他 当时 你怎么不考虑失败的后果 徐盛将在原地 许久说不出话来 他没死 但好像只剩一口气了 现在在全力抢救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来 听到齐卫东的话 徐盛眼珠子转了起来 似乎又在谋划什么 你还敢想 齐卫东气不打一出来 道歇已经全面封锁了 他受伤的消息 并且启用了一级保卫方案 除非是大罗神仙来 否则没人能去刺杀他 徐盛一脸颓废 内心忐忑不安 如果他醒过来 我真的完了 很可能还会连累徐家 齐卫东平静下来 问道 那几个徐家高手的身份 是保密的吗 徐盛抹了把脸 点点头 对 连徐家的人 除了大伯他们 都没人知道 那几个高手的存在 他们平时什么都不用干 只需要隐藏起来 在徐家需要干大事的时候 才会派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 齐卫东严肃道 也就是说 连徐家的人都不知道 那几个高手的存在 那赵木 更加不可能知道 去刺杀他的那几个人 是徐家派来的 徐盛愣了一下 忙道 可是我大伯死了 如果赵木不知道 那几个刺客是徐家的 他为什么要杀我大伯 齐卫东摇头 你大伯身亡的那个房间 留下了几个血字 那几个血字跟之前 所有的血字一模一样 全都出自宋妃之手 你大伯 就是宋妃杀的 跟赵木没有关系 徐盛有些不敢相信 可血字如此 不会有假 宋妃每杀一个人 都会在墙上留下血字 这些血字 是道写请专业人士鉴定过的 确实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也就是说 徐大海真是宋妃杀的 不管他信不信 这就是事实 宋妃的尸体呢 徐盛捏紧拳头 他真是赵木杀的 齐卫东点点头 他的尸体 现在就停放在我们道协 根据所有的目击者描述 当时在现场 除了赵木 就是宋妃和他的同伙 没有别的人 也没有别的尸体 宋妃不可能是被他同伙干掉的 也不可能自杀 那就只能是赵木杀的 徐盛想了想 问道 宋妃的死因是什么 齐卫东道 被匕首一刀刺中心脏 徐盛 惊得冷汗直冒 他被赵木一刀刺中心脏 赵木比他还要厉害 齐卫东叹气道 赵木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就是因为他比所有人都会隐忍 他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让我们摸不透他真正的实力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会刺杀失败了吧 据我所知 有人曾看见过赵木用过失传已久的 十八路散手 而十八路散手的最后一脉传人 叫周吴迪 这个周吴迪在当年 是圈子里的第一高手 跟他过招的人 非死极惨 而且这个周吴迪 也是望月村的一员 他从小看着赵木长大 你觉得 赵木的功夫 是跟谁学的 徐盛听完 一副很受打击的样子 他一直瞧不起李牧 认为李牧只是私生子上位 除了有个好爹以外 他有什么比得上自己 但现在 他不这么想了 他害怕李牧的聪明和本事 会在一年之后 真正坐稳盗邪的会长之位 那时候 他还有活路可走吗 徐家还有未来吗 宋飞的尸体 被摆放在盗邪的广场上 许多被宋飞所害的遇难者家属 全都齐聚在广场上 对着宋飞的尸体 又打又骂 短短一个小时 那尸体 都看不出人形了 徐家的人也在其中 在徐胜的咒骂声和启哄声中 宋飞的尸体 被一把火给烧了 宋飞的死 令人振奋人心 一个祸害就此铲除 悬在所有人头上的剑 终于被折断了 再也不会有人提心吊胆了 不会连晚上睡觉 都得把卧室的门锁起来 一个魔头的陨落 换来的是整个圈子的安宁 但宋飞的尸体被烧毁后 徐胜却是有些不安起来 宋飞 真的死了吗 徐胜拉着齐卫东走到一边 皱眉道 我总感觉不太真实 他就这么死了 齐卫东有些好笑 怎么 你们不会还对他崇拜上了吧 徐胜摇头 不是 我记得当年 有个叫张灵霄的人 跟宋飞一样 跟整个圈子为敌 当时可是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又以一百多个人的失踪为代价 最终才消灭了那个张灵霄 和他的同党 虽然后来被证实他是冤枉的 但是这个宋飞 他不至于就被赵母一个人给杀了吧 齐卫东平静道 你虽然分析得有理 但各方证据都表明 他就是被赵母杀的 徐胜皱起眉头 我听说赵母的左膀右臂 那对方是兄弟 弟弟方天命被宋飞杀了 但是那个方天爵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齐卫东脸色微变 你的意思是 徐胜说 当晚方天爵也在兰江市 他是去救他弟弟的 当时他还不知道 他弟弟已经死了 如果说 他也遭到了宋飞等人的毒手 尸体呢 宋飞他们杀了这么多人 没有将其他人的尸体藏起来 偏偏把方天爵的尸体藏起来 方天爵如果也死了 总要留具尸体吧 如果他没死 他人去哪了 方天命的尸体也运回来了 他如果活着 他不来送他弟弟最后一程 他如果活着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理由失踪 齐卫东吸了口气 严肃道 你的意思是 宋飞没死 我们看到的宋飞的尸体 其实是方天爵的尸体 我来死这些之后 您会变开 您会变开 您快点 您快点 您梦 你 我们